火快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来到 明镜火快的明镜新闻早节目 今天依旧是我 给观众朋友们进行新闻的 一个梳理和播报 那么我们自从开通 这个明镜新闻早以后 获得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 围观和支持 那么也请我们现在进入到 前台YouTube的 以及在这种会议室的 如果您方便的话 请给我们在前台的YouTube 点个赞和转发一下 让更多的朋友和我们 一起来做新闻 那么今天的我们的新闻的概述 是主要还是 一直讲的是平安中国 以及习近平在整个军改之后 是现在的彻底的清洗政法系统 那么这一次会倒下的 难道仅仅是松立军 或者是被很多人认为的 闷建柱吗 那么会不会有其他的人 也因此而倒下呢 那么这都是一个悬念 我们今天都有很多的分析 和点评的事情 接下来呢 我们会给观众朋友报道 关于川普总统暂停了移民政策的 这个政策呢 终于是政策落地了 那么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还有呢 就是大家关心的 王全璋呢 现在已经出狱 隔离期呢 14天也已经过 今天呢 已经是17天了 那么他依旧在济南呢 难以与自己的欺小呢 会面 那么王全璋能获得真实的自由吗 能和他的妻子和孩子 能够离开中国 或者是可以自由地迁徙吗 那么之后我们也会讲到呢 崔天凯 崔天凯呢 在这一两年当中呢 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 特别是中美之间的一些合作 和中美之间的一些 外交方面的一些 是以特别是去年的 中美贸易战在最后关头呢 是崔天凯与 我们知道的川普总统的 艾叙库斯纳呢 一起呢 将整个协议的挽救 并且呢 最终达成了一支型的协议 这在很多人看来呢 崔天凯的功劳呢 真的不小 而且崔天凯呢 的确做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他这就说了一句新话 说我们一直在满足美国 那说法到底是如何的呢 我们有进行一个详细的解释 还有一些新闻呢 关于5G在英国的被试用 和英国呢 外交部部长呢 又发表了一些新的观点 再就是呢 我们这两天还要 就有一篇观点新文章 就叫中国的选择新闻 也闷住了谁的心 这是一篇呢 比较长的一篇分析文章 那么呢 我们首先呢 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 就是全面控权 习近平军改之后呢 清洗蒸发 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上台之后呢 第一件做的事情呢 就是很多人呢 都不敢相信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他把整个军队呢 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是彻彻底底呢 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 那么习近平控制了军队之后呢 在军队内部呢 进行了大量的清洗 在很多人看来 怎么敢把待军制人随意的处置呢 这是因为习近平非常的了解 中国的军事 特别中国的军队内部 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结构 中国的军队呢 现在呢 经过这样的一个拆分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把上层的彻底的 这样的一个清洗 利用反腐的方式呢 我们看到 其实中国的高级将领 领盟似乎没有真实的一个军事的权利 他们与自己的军队 或者自己所领导的部队是脱节的 那么习近平呢 也在整个整改过程当中呢 也让自己的很多将领呢 重新走入了部队 那么这种情况的被清洗之后 才恍然大悟啊 原来中国的共产党 对于军方的控制 原来是如此之严密和紧密 军事方面其实主要的是政和总参 那么总参在整个部队当中的作用 以及总政在其中的作用呢 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军队 真是党领导的军队 也就是说呢 叫党卫军 习近平呢 一人呢 是很容易呢 很迅速的呢 就改变了所有 当然这也与他80年代 在国防部部长的这个秘书期间 或国防部工作期间呢 是对军队呢 有一定的了解 还有跟他的父亲呢 他的父亲呢 也了解中国军事方面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那么下期数来呢 是非常的稳肿 那么在将军事彻底的收为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后呢 习近平发现呢 这个政法系统呢 似乎自己无力控制 而过去的政法王呢 我们已经知道呢 前任的政治局的常委呢 已经被下马周永康先生 但是周永康的下马呢 似乎并没有伴随着他的下台呢 而是习近平呢 把整个的政法系统呢 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孟建柱这个人呢 是何许人也呢 我们这两天的六度头条呢 每天都给观众朋友们 做了详细的一个解读 孟建柱的起家 孟建柱的整个路上 政治生涯当中的一些表现 和他的仕途之路 最后的一个落脚点 在进北京之前呢 孟建柱呢 当时是江西省委书记 那么江西省委书记任之后呢 孟建柱被调到北京呢 任了公安部的部长 并且是国务委员 那个时期呢 他辅佐的呢 就是周永康 那么周永康呢 就是作为呢 政法系统的政法王 那么也是常委 孟建柱呢 之后呢 终于混到了政治局的委员 兼任了政法委的书记 但是这个时候呢 习近平上台呢 却取消了政法委的书记呢 进入常委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个时候呢 就把政法系统呢 可以说猛猛的降了一级 曾经在过去 各省各地区各市各县呢 公安局的局长呢 也就是普通的私学级 或者是呢 处级或者是像县城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区域地方呢 公安局的局长呢 也就是一个科技 但是随着周永康上台之后呢 政法系统不断地 在八九之后 在学习天安门之后呢 他们拥有了更多的 一些主动的权力 因为那个时期的政法呢 还管控着另外一个 或者叫调配着另外一个部队呢 就是武警等等这些 那么政法系统的权力呢 不断地在上升 也被称之为呢 是政法治国 那么在这样一个维稳的背景之下呢 政法系统呢 像万建柱 像周永康这些人物呢 都进入到了更高的权力阶层 那么呢 各个省呢 也把政法的 像公安局的局长 公安厅的厅长呢 一步一步的都进入到省级呢 进入到了副省长 兼公安厅的厅长 给予了一个 副省级的一个待遇 那么像这种方式呢 可以再从底层一路呢 向前走向了北京 都是如此 当然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给问建柱 并没有给予常委的 这样的一个待遇 不过呢 各省呢 依旧是按序呢 进行着公安厅的厅长 进入副省长来 兼任公安厅的厅长 这样的一个序列 那么问建柱 是习近平的人吗 很多人讲 那肯定是习近平的人啊 否则问建柱 怎么在上一任 成为政法委的书记呢 不见得 有人昨天呢 我们的和平先生就指出了 问建柱 在曾经的关键时刻呢 脚踩了两只船 一只船呢 踏上了习近平 让习近平呢 认为呢 问建柱就是自己的人 但是呢 他的另一个脚呢 似乎呢 也踏上了一些 其他人的船 这就让习近平呢 非常的恼怒 甚至呢 对于孟建柱呢 开始了怀疑 在过程当中呢 也看到了孟建柱 所带领下的 或者他的马载 我们知道的 松立军呢 就成为了整个公安部的 真实的公安部的部长 尽管那个时候呢 有郭升空呢 作为公安部的部长 那么郭升空呢 被称之为呢 是被架空的郭部长 而实权呢 就是一个孙立军 这样的人物 当然 孙立军也并非是 一马当先 还有另外的竞争者 就是我们所讲到的 傅政华先生 那么傅政华呢 从北京市的 公安局的局长呢 一路要升到了 公安部的副部长 并且呢 解决了一个 正部局的待遇 那么傅政华与 宋立军呢 似乎是隔隔不入 一个是来自于上海 来自于曼建柱的人 一个呢 是为成为是临时倒戈的人物 怎么样是临时倒戈呢 让傅政华呢 在北京 习近平与 令计划 习近平与中央的一些人 是发生了一定的权力 纷争那个时期呢 傅政华呢 在关键时刻呢 站在了习近平的一边 有一篇报道 是这样讲的 说傅政华 在最最关要 关节的时刻呢 向习近平呢 献了忠诚 那么因此呢 习近平呢 对于傅政华呢 有特殊的一个信任 也给予了傅政华呢 可以说平步轻庸的 这种上升的通道 不过傅政华呢 并非是习近平 所认识的傅政华 傅政华呢 有多个面 其中有很多的面呢 是傅政华 是从北京的胡同 是从地皮流氓 是从很多个场合呢 一步一步混上来的 而且呢 傅政华呢 也是在习近平 给予了权力之后呢 傅政华尝到了 一些经济利益的好处 或者叫习近平在前 打虎傅政华 在乎吃虎的这种爽快 和这种利益的获得感 权力 利益 荣誉 谈的 孔绑下的傅政华呢 很快呢 就发生了 很大的一个裂变 据称呢 傅政华呢 现在已经是 富可一方 富甲一方 而且呢 成为了这个 政法方面的 很多布局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操盘手 当然 宋利军呢 更是借着 孟建柱 这样的一个 正式的 冠面堂皇的 政法委书记呢 更是做了 更多的事情 而这两人呢 那么 宋利军呢 我们知道 已经下马 那么傅政华呢 这两天 也缺席了一个 昨天召开的 一场重要的会议 这场会议 就是平安中国的会议 有一篇 来自于彭博社的报道 就说呢 日前 中国共产党 中央决定成立 平安中国建设 协调小组 4月21日呢 平安中国建设小组 的第一次会议呢 进行了召开 新华社呢 也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说 平安中国建设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呢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 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 组长 郭升空主持 郭升空准书啊 成立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呢 是顺应中国的社会主要 矛盾 历史性变化的长远之策 是彰显中国之治 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战略之取 那么这些呢 都是废话 或者叫呢 这是一个政治术语 核心点呢 就说呢 据中央的政法委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中国政法委长安建的消息呢 说除了郭升空以外呢 在主会场参加中国建设协调小组 第一次会议的还包括谁呢 公安部的赵克志 法院的周强 检察院的张军 这个国家安全部的陈一新 国家政法委的秘书长陈文青 辽宁省的省长唐一军 还有王宁王仁华和CLTF小组的一些成员 协调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微信公众号 中央政法委长安建上述消息呢 也披露了这次会议的更多信息 比如平安中国协调小组的 职责定位和工作重点等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 这个包含的人士呢 是张克志 公安部的周强法院的张军 司法检察系统 陈一新 国宝 那么陈文青 陈一新是这个 不是国宝 陈一新是这个秘书长 陈文青呢 是国家安全部 那么唐一军呢 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们背景刚才已经做过一个简单的介绍 辽宁省的省长 那么辽宁省的省长 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呢 而这个里面又缺了谁呢 缺了司法部的部长 傅正华 很多昨天参加了我们六度头条的观众 观看了我们六度头条的观众呢 可能已经知道这个唐一军的一些背景 那么有些没有看的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唐一军是谁呢 唐一军刚才已经讲过啊 他是辽宁省的省长 那么他的参与呢 被指称呢 是习近平呢 准备让他接任傅正华 就司法系统 而唐一军的排位呢 并不靠前 那么唐一军的排位呢 是相对的靠后 这呢 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排名的惯例 也不重要 实质呢 是真实的实权性人物 这里边有习近平安插的 几个重要的实权性人物 都有谁呢 一个呢 是陈一兴 我们知道呢 是忠诚与习近平的 也就是说呢 陈一兴呢 是真正的政法的系统的大管家 也就是秘书长 同时呢 也是政法方面的权力的控制者 唐一军呢 是准备接任司法 那么为了如何来调整政法系统 或者是平安中国这样的一个小组 是做什么的呢 平安中国这个小组呢 就是为了把过去的政法系统的权力 在政法委等等 这样的一些所管辖的呢 由平安中国这样的一个新的小组的名号呢 把所有的权力的抓过来 并且按照平安中国的小组的理论呢 和他的这个小组成立的一个初衷呢 来改制和是建制构呢 新的中国的政法系统 那么被称之为呢 会扩大的司法部 将会成为呢 未来中国政法方面的一个新表现 那么就是像高法 司法部呢 因为现在的级别呢 是低于高等法院和检察院 那么因此呢 下一步司法部门呢 可能会与这个部门的评级 或者是呢 超越啊 都是有可能的 但如何超越呢 因为那是一个副国级 但是我们指的超越呢 就是排位呢 在前一些而已 那么由司法部来统领和掌管 这两个部门 然后呢 还要包括什么呢 包括看到的 陈文青所领导的 国家的安全部 国安部 还有呢 赵克志 未来所领导的公安部呢 恐怕都会纳入平安中国的 一个整体构想里 来进行管理 那么傅政华呢 我们知道是年龄要到了要退 除了年龄到了要退之外 我们也看到了 他连这一次按照正常情况下 一个司法部的部长没有出席呢 恐怕也是在警惕和警告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傅政华悬了 这在过去呢 不管你是后天卸任也好 如何卸任也好 你都应该去代表某种意义上的一个机构的 因为你今天依旧是法律上 你是司法部的部长 那么依旧应该出席 或者是去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但是他还离他下台 还有几日或者还未宣布之前呢 就已经呢被数值高阁 这一点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傅政华看来真是有点炫 我们的这个另外值得还要说的呢 是这个李小祖的所谓的使命啊 和追逐的担负的所谓的职责 说呢是把握方向啊 这是第一句话 在中国的政治语言里 把握方向呢 其实呢就是要掌舵 这个呢说的很明白 把握方向就是掌舵中国的国家平安 那么也就是说呢 统筹了所有政法口的很多工作呢 都会有这个小组来管理和兼任 坚持以习近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 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呢 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 平安中国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引领 组织引领 机制引领的作用等等 而且呢第二句话的重点是统筹谋划 把握方向我们已经说了 以后呢就是他呢 做这件事第二句话的开头呢叫统筹谋划 说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 看到吗 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谋划 研究拟定平安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 总体思路重点工作政策措施 及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充分发挥参谋助手的作用 看到了吗 这个话更有分量 还有一个什么呢 叫组织协调 那么组织协调这个话呢 就更是一个权力的体现 就要把所有的这些呢 都要组织起来协调起来 也就是他成为了一个中枢 过去的政法委呢 会被甩到一边 或者是被搁置 还有什么呢 叫督导考核 也就是他可以 这个平安中国的领导小组呢 可以督导考核各部门 考核是上级考核下级 这也说的非常清楚 中共的文件呀要会读 当你读明白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清楚啊 他在说什么 所以呢 很多中共的文件下发之后呢 就见不会把所有的事说清楚 哎 他就是给你概括啊 恍惚的说一下 这里边呢 有中共长期玩弄的 不要留下历史的罪证啊 或者是历史的证据的想法 同时呢 也是中共惯用的移植呢 都是这种含含乎啊 让你摸不清啊 弄不住 很多事呢 可变大可变小 随他们的需要而改变和用用 还有就是说呢 他们的重点工作都会是些什么呢 说深入开展 现在的这个毛洞的纠纷排查的化解 深入排查受益以前影响的行业啊 穷体中存在的毛洞纠纷 密切掌握复工 复产民生就业等出现的问题隐患 这说白了一句话就是维稳 加强预警的研判 依法落实化解帮扶的疏导措施等等 还要打好扫黑除恶的斗争的决胜战 说三年之内呢 要干完 这个扫黑除恶里边包括什么呢 是包括所有的事情 哎 凡是觉得呢 你可以变大的都把你划入到扫黑除恶 包括宗教的问题 包括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 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划入到扫黑除恶 三年延大的目标范围之内 抓好这个世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试点 扎实推进试点工作 及早确定第一批试点的名单 直到试点的这种工作等等类似 这是什么试点呢 就是推进以科技 说白了就是一个监控和数据化来掌控社会 严防公共安全案件的事件的反弹 不容许有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 这是另外一个事 有效防控网络安全风险 也就是说呢 这个组织呢 还要管控所有的网络 也就是说呢 它不仅仅单一是这些政法 还包括呢 宣传娱乐等等网信办的工作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组织的权利呢 是整个社会的管控 也就是习近平的准备呢 用这样的一个小组呢 对于中国呢 进行所有的这些部门呢 进行一个统一的统俗化管理 这也是一个新的方式啊 比过去的政法委的权力呢 似乎更大 当然这次小组会议还提出了 家庭小组的资深建设 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的要求等等 这些呢 基本都是废话 我们就不再细致解读啊 那么也都是内部的一些要求 那么有一些文章呢 就是这样讲的 说的中共中央日前呢 决定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 实在呢 以因应谋动 且今年的首要重点工作呢 就是化解一个涉及疫情的各种矛盾 该小组呢 由中央政法委呢 主导并在21日呢 召开了第一次的会议啊 那么就讲呢 哎 但是呢 这一次的去缺席的几位人士呢 让很多人呢 哎 都比较关心 中国司法部长傅振华啊 党职一动 且缺席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 让这个小组呢 受到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关注啊 也是与我们的观点呢 非常的接近啊 说呢 这个现在突然的不见 或者他不出席呢 也和宋立军事件呢 似乎也有很大的一些瓜葛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文件呢 就说呢 来自于台湾的一些媒体的观感 和分析也是说呢 日前中共党中央决定成立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 并在21日呢 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其中呢 还出现了一些新面孔 就是辽宁省长唐一军 综合媒体的报道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中央的政法委的书记 平安中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郭升空呢 主持会议并进行了讲话 赵和志 周强 张琼等等 如是呢 都参加了会议 那么涉及的领域呢 说呢 协调小组的联络员 在其他的协调小组的联络员呢 在峰会场呢 参加了会议 各省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郭升空指出呢 成立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呢 是送赢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历史性变化的长远之则 是张浅中国之质 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战略之举 目前该小组的任务呢 涉及到了领域 包括呢 涉意的矛盾纠纷 扫黑除恶 事与社会的治理 公共安全案件等等 网络安全等 而在这次小组会议上 除了唐一军之外呢 参加此次会议的 都是以明确职务的政法系统的领导 当然政府 此外呢 在中共政法委的领导层中呢 傅政华呢 排在第七位 在王仁华 王宁之前 陈文青之后 而此次会议呢 唐一军的作词呢 排在陈文青 王宁中间 因此呢 有传闻者的唐一军 可能会接替傅政华 不仅出政法委的委员 而且呢 将屡新司法部的部长一职 但直到目前呢 官方并未公开宣布 这样一个消息 据了解呢 唐一军在赴北京前呢 还会议于4月16日 以辽宁省长的身份呢 主持召开了省政府的会议 根据公开简历的 唐一军的县员59岁 在出任辽宁省长前呢 曾在浙江官场 耕耗的长达40年之久 唐一军呢 仕同的从浙江沥水起步 曾在浙江社会宣传部 等等部门呢 进行过工作 那么2017年呢 调任了辽宁省的代审长 唐一军呢 还是中共19届中央候补委员 从简历可见呢 唐一军在纪检系统 拥有丰富的认知经历 和执政经验 对于唐一军的围观之道呢 曾任浙江组织部长 现任上海政法委书记的 廖国兄呢 曾这样评价过唐一军 唐一军呢 考虑问题的周到细致 宏观把握和组织协调能力强 作分正派处势稳重 那么习系呢 不断这样的一个出头呢 唐一军呢 再次的顶替了傅政华 可以说呢 刀把子政法系统呢 再一次的被习近平呢 所侵袭 有一篇文章说呢 近日中共中央似乎有 风雨欲来之感 继公安部的副部长 宋立军落马受查的消息 前日公布后呢 中央政法系统的另一大将 司法部长傅政华呢 昨日也传出被免去该部的 党组副书记一职 这傍晚呢 全体中央政法委委员 出席中国建设平安领导小组 会议呢也显示了傅政华呢 是诡异的缺席 倒是盛传呢 将接替他的先日辽宁省长 唐一军呢 在座 明报一篇分析评论就指出 如果没有意外呢 唐一军应该会在下周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呢 坚韧司法部长 而这只是近期政法系统 一连串人事清洗的最新一步 因为北京有 还有消息传出的 有著名女主持呢 被带走调查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一位女士 我们不在这里提他了吧 与当年查处周永康的戏码 是一模一样 这波清洗的会否 进一步延烧到更高级的官员 总指出呢 习近平2013年 刚上台时的反贪风暴 就是政治 就是从政法系统开始 从卸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开始政法系统 先会有公安部的副部长兼610办公室的主任 李东升 北京市国安局长梁克 以及司法部长吴爱因 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 罗恩光等高官的落马述查 这次松立兄被查的消息出人意外 而你年届退龄的傅政华 能否平安着陆呢 也是一大指标 大家都在观察着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傅讽刺的是呢 这个傅政华呢 是令计划大案的调查的搜集证据的工作呢 以及立下大功 在公安部副部长时呢 又与时任中央网信办的主任 由网络沙皇支撑的卢伟一道呢 联手推动了2013年 集中打击网络大卫造谣的专项行动 不有酷利之称 傅政华呢 也是被指称呢 在令计划的案件 还有其他人的案件的过程当中呢 是做了非常多的假案子 或者是一些假的证据呢 承报上去 那么评论指呢 傅政华呢 已经上个月满了65岁 退休现任部长也属正常 他兼党组副书记 打赏和机赏 我们刚才 我们的这个导播说呢 断线了 断线了吗 我看前台也不播了 好像真的断了 刚才我们的导播说呢 断线了现在呢 可以马上开始 刚才呢 我们就讲了 这个当中呢 我们已经刚才给观众朋友们 讲述了一下 大致的一些情况 那么 突然之间一下子断线了 断线而且 好像很多人都掉了 OK 没关系了 我们继续讲我们的新闻 也就很多人都在讲的 像孟宏伟啊 等等这些人都出事 那么这次接任 唐佛正华的唐一兄呢 是习近平在浙江的旧部 也是之江新兄的嫡系 习近平的安排的很明显 现任公安部的正部级的常务副部长 王小红呢 也是在福建时的旧部啊 上下刚调任中 继续住公安部级检组长的松兴阳 是习近平的陕西负贫同乡啊 那么这位呢 人士呢也被昨天爆料称呢 哎 这个松兴阳呢 原来呢 是习近平的大哥啊 那么也就是同父和异母的 大哥的一个嫡系人物啊 他大哥呢 就曾经出任过海南省的 司法厅的厅长 而这位叫松兴阳呢 也就是从海南司法系统 一步一步上来 并且是呢 陕西的同乡 据称呢 与习近平的大哥两人呢 是一直是辅助者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也是很少见啊 那么据说呢 是他大哥的一个帮手 或者被称之为的 就是说一直呢 就是安前马后的忠臣啊 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像现在这样的人士里 是进入到公安部呢 就进行了当了这样的一个 纪检组的组长 而不到一个月呢 就拿下了啊 我们刚才节目当中的松立军先生 那么松立军的被拿下呢 哎 原来是此人所为啊 这也是一个最新的料 那么像类似这样的习近平的政法系统的这种清洗呢 也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 那么有很多人就在指称呢 说习近平的这个布局呢 可谓是很久远啊 那么可见呢 从习近平对于松立军案来讲的话 就已经展示出来了 习近平呢 做事呢 是如何的在几十年前呢 就进行了埋伏 和进行了很多的这种安排 这也是一大看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新闻呢 除了说完这件事之后呢 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则新闻 那么第二则新闻呢 是讲的是 咱们说完整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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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说完整的军事